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盘盘上官长温哥好 您先请教教明老师 好的 今天都在低档整理盘中是一个大跌 跌了两百多点 今天收盘是跌了144 是来到18天的一个相对低点区 台积电更是跌到504 已经来到18天的低点 今天收盘是507 所以你会看到盘盘上会涨的股票很少 因为盘整甚至压回 操作上难度当然很高 昨天有投资朋友问问说 张老师你为什么把这个普通汇的股票卖到剩一档 大家一起来说明 怎么那么厉害 今天卖完今天都大跌 而且你手中股票已经减码剩下一档 好 我们看一下 大盘的格局目前来到18天盘整 来到相对的一个低点 台积电更严重 因为台积电今天跌破18天的低点 也就是18天买进筹码 全部套牢 当然对这个盘势后市是有一定的不利的影响 量也说掉了 好 这是股神巴菲特讲的一句话 他说股市行为必然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一个行为 否则不是稍微懂一点点知识的人就能够获利 所以你看有智慧的人他讲的话一定不一样 不是说你懂一点东西你能够赚钱不可能 你会来到股市你会觉得非常困惑 非常扰乱 就算你读很多书 你是大学毕业 你是研究所 你是博士 都一样来都是赔了一屁股 为什么 股市完了是人性 很多人在算EPS 算本益比例 在算营收 你最后你发现你都没有用的 所以在股市里面要成为赢家很困难 不容易了 真的不容易了 好 所以说 江湖一点决 说破不得三千金 江湖一点绝 说破不值三文钱 为什么赵亦明你昨天 股票卖的只剩下一档 我昨天有讲嘛 所以说哎呀 这不容易 当然这个方法我告诉你会觉得很简单 可是我不讲 我跟你讲 你去金石堂 你去新学友 你去成品 你住在那边 你住三年 你把所有书都看完了 你也没有办法找到答案 但是听我讲 怎么这么简单 江湖一点绝 说破你会觉得很简单 可是我不说破你一辈子也搞不懂 好不好 那我们说路遥 芝麻利现在盘整18天了 你会发现蓝盘见高手 没有错 现在就是一个蓝盘 操作难度非常的高 你根本撞不到钱 买进去就是套牢 那怎么样才能够获利 跟紧赢家脚步就可以获利 不好意思吧 好 我们看这个这是一个椅子的三个角 一个椅子三个角它一定要怎么样 要平衡 平衡它才能坐稳嘛 那如果这个椅子不是三个角 我们看一下 椅子断掉一个角 这个断了 中间这两个还好的 中间这个断了 那如果是断成两个角 头都没有 你敢坐吗 你坐上去把它摔倒 对不对 那如果更严重 三个角不是断一个 断两个 哇 这两个角都断了 你敢坐吗 你坐上去 摔了狗吃死 道理就这么简单 为什么这一天会跌 你懂这个道理很重要 你不懂你怎么会做股票 所以我给你讲的道理是浅显易懂 所以我们第一个 第二个你要知道 赵亥铭股市里丢肉摆一折 讲了日线为主 坐线为辅的道理 当你把这两个都搞清楚了 这个书早就写好了 不过今天才发明 都写好几年了 当你懂了这个道理之后 你就知道为什么 昨年我把股票卖到胜一档 来 大盘的格局 三线架构有没有很漂亮 一个椅子很正常 第二个椅子断了 脚断了 第三个椅子快要断了 这也不是今天发生 你看几天了 这很多天了 你看这个椅子 第一脚很正常 跟你刚刚看的图一样 第二只脚怎么越来越短 快要挂掉 第三只脚一样 渐渐变短 所以当你看到这种情形 请问这是一个迹象 对 我看得懂 你看不懂 所以我把股票慢慢捡 到昨天剩一趟 所以你不懂你就报了满党 到现在每一党都套了 到了十八天了 你选股也是错误的 你买到错误的股票 所以你发现 你要在股市赚钱很困难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赞民昨天有说 老师你怎么弄厉害 剩下卖要剩一档 今天都卖光了 确实 我们普通问 就是剩一档股票 不对 这样是有两档有三档 没关系 你如果有两档三档 你有赔到这两档三档钱 我负一切责任 我说一档就是一档 我昨天也有讲 我不会乱讲 你放心 那怎么操作的 做十笔可以赢八笔 一笔平手 一笔小书 赚的扣掉赔也叫净利 净利25.4 最近一个月出头而已 从16到昨天21 一个月又五天而已 好不好做 盘整就18天了 好做吗 所以相对难度很高 你要买到对的股票 你才可能赚钱 不然不可能的 一定是套牢的 好 所以粉丝问说 昨天为什么五档股票 卖那胜一档 我刚刚把一部分的答案 告诉你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原因 来 你看到这个大盘股权系统 刚打888日线 这打999 你就看到了 这个画面你就跑出来 哎哟 怎么乌云密布 投资面你有看到乌云密布吗 没有 来 有没有看到了 这里卖出讯网 123456 一大堆卖出讯网 这个叫乌云密布 那要不要跑 如果你看到外面乌云密布 你出门要不要带雨伞 可以啊 你不带 你待会回来就变落湯机了 所以当我看到这种情形 你等一下 我不想看完卖 乌云要剩一档 原因就在这里 这格局不对 架构不对了 看懂吗 这很简单 你把888 929看一遍 就有答案了 刚刚我已经告诉你了 8889 88也不对 今天也出现卖讯 当然卖讯出现 前几天就已经格局 就不对 这椅子三个角 就越来越短了 你们看中间这个 第三个也是一样 渐渐变短 这早就跌破 早就转空了 看了这种情形 我们知道该怎么因应 可是你不知道啊 像我讲完 你是不是觉得很简单 对 很简单啊 江湖一点绝 说破不值三文钱 对啊 问题我不讲 你一辈子也不知道啊 下次在盘整 你要套在那里 动弹不得 你还是没有跑啊 高党纳会 你使用股票还是满党 不是这样吗 这个历史是一直在重演 股市一直在教育我们 可是很多人都没有得到教训 就这样而已啊 好不好 哦原来如此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最幸福的 股市最幸福的事件是 有人劝你 高党转空赶快跑 有人教你 我现在就会教你啊 不是吗 只是你可能还没有学会而已啊 有人帮助你 有人恭贺你 最近有没有人恭贺你 你有没有赚到钱 很多人没有赚到一毛钱 到现在所谓全部套牢了 那我们说知识跟智慧是不一样的 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叫做知识 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 叫做智慧 股市里面有知识的人很多 有智慧的人很少 知识什么 你报纸打开看那个叫知识啊 哦我今天要什么股票 营收创新高 那个叫知识啊 今天什么股票赚到多少钱 那个叫知识啊 知识很难赚到钱啊 要靠智慧 可是就是很可惜 这股票上有智慧的人很少 有知识一大堆 每天照报纸念 他以为自己是独报生 他以为自己是 新闻播报员 那个不对 那个不能赚到钱 好不好 观念哪会通 贪钱 赚得拨满盆满 观念如果会通 观念如果不会通 观念哪会不会通 这人就聋工 聋工都是两关嘛 两关当然是不好嘛 个性来不必改 自动骑自动骑自动 你如果这个坏的观念不改 你就是注定一辈子骑摩托车嘛 个性来改 不用随便你赛 就是改了个性 平时就随便你开 用台语念比较顺 国语念不顺 个性来不改 你自动骑自动骑自动骑自动 哎呀很有意思 错误观念要改掉了 懂意思吗 你一直不改 不改不改 反正那是你的钱 你要怎么玩那是你的事 我不会管的 如果没有这些人 我们怎么赢到他们的钱 所以没办法 有人就是不敢 不敢你就继续 你赔钱又不是我赔钱 我的观念正确我赚钱 你观念错你就一直赔钱 最后你会很怨恨 辛辛苦苦苦赚了钱 每日每日每日加班爆肝赚了钱 最后就是几通电话打完 然后把他赔在股市里面了 你会觉得非常不值得 就是这样而已 好不好 跟对人幸福都在乃路上 哎呀没错没错没错 你看这样是不是很幸福 最近这一个月有五天 你看操作十笔赢比一笔平手 平手就是买出家差不多了 一笔小书 扣完之后对的扣掉错的 还有26.4元 26.4元 如果一次四张 你不会参加我就做一张 不可能 你要做一张你不要来参加我 你买一张要干嘛要赚多少 没有意见你自己买就好了 十张最低消费 那如果十张就是26.4元 现在26.4元可以做什么 可以全家人去日本旅游 我有客户说 我这次打电话跟我讲说 跟服务人说你跟张老师讲 我们这次全家要去日本旅游 现在这次二十八年间 他说一个人四万 全家四个人十六万 十六万 可是这里赚了二十六万 所以他没有十万块的营用钱 可以去全家来去日本旅游 可以吃得很好 可以去shopping 他说这些钱是张老师给的 非常感谢张老师 听起来当然是好听话 听起来就很温暖 很开心 很愉快 你看我愉快 他愉快 大家都很好 每个都很开心 这样的结合才是良性的循环 那如果你今天参加一个老师 然后测干几三次金 在那边把他祖宗八代都骂了 你钱你赔了 老师也被你干到爆了 老师自己也良心不安 恶性循环 这是恶的结合 那就不好意思 那就不好了 好不好 所以我们的会员都非常开心 非常愉快 非常幸福 来 那我们大盘 来在这里盘整十八天了 这十八天 你要赚钱会非常非常的困难 因为很多股票根本不会涨 包含台积电也一样 在这边碰到十八天的最低点 所以你买进全部套了 很可怕 那我们看一些股票 来 雅明 请问通通 你告诉我这格局对不对 不对啊 所以你去买它 它怎么会涨呢 不是十八天而已 你已经几个月 这也是今年的六月 高档出现卖讯到现在 已经八个月了 你告诉我你能赚到钱吗 你买的是雅明 你为什么买一定很多理由 老师 EPS很高 基本面很好 影子双行高 你哪一次买股票不是这些理由 最后你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 股票走势跟你想好像不一样 你赔死了 你告诉我这四个礼拜 你有赚到钱吗 这十八天股票会涨吗 错了 万海是一样 天哪 会涨吗 为什么 空楼格局怎么涨 所以你发现完之后你错了 从2021年最高点下来 353 现在低点来到62 这一段你已经赔掉八成了 你找谁要 对啊 你的理由都很充分 营收创新高 EPS创新高 本利比很低 你哪一次不是要买股票的 最后呢 最后你赔死了 那你去跟谁要 你跟政府要 这个EPS创新高 营收很好 本利比很低 他不应该给他会涨 他应该要涨 赔到八成不合理 你还我 可能吗 谁理你 不是吗 赔的是你赔的 所以你用错误的方法做股票 今天赔 明年继续赔 去年赔 今年继续赔会改变吗 不会改变了 有没有道理 包含亚命一样 76% 你找谁要 你买哪一次不觉得很有理由 很棒 对不对 本利比很低 EPS很高 营收创新高 买了 最后呢 你看不是赔死了吗 今天的新闻2月22日 好 很可怜 为什么航运会一直跌 答案就在这里 价格跌无可跌 价格很低 怎么会赚钱 股价不先跌了吗 所以你看完这跌无可跌 会发现很痛苦 你买股票 买到航运的人 买到货归三雄 你不是很痛苦吗 你现在低血 跟你说价格跌无可跌 我这样说他要反弹了 可是股价已经 已经跟猪头山的山底一样 跌成这样 对不对 你买进来不会很痛苦吗 一定很难过的 不是吗 为什么高档都没有人提醒你 对啊 为什么高档都没有人提醒你 在2021年7月份 2021年7月份最高点 为什么在这里都没有人提醒你 你不会赔这一段 有人提醒你 对不对 最高点提醒你 你不可能赔这一段 你不会赔七成赔八成 为什么2021年7月份 没有人提醒你 来了 问题来了 你觉得会有人提醒你吗 在历史的最高点 会有人提醒你吗 会有吗 可能吗 万海三百五十几块 会有人提醒你吗 你不要傻了 你不要做梦了 我这样讲我讲错 你可以有机会 为什么确实有一个人 在股市里面 在2021年7月 最高点的时候跟你讲 真的吗 跟你讲怎么样 真的有吗 证据拿出来 全台湾就一个人拿出来 没有第二个 来 这里 2021年7月20 所以这样 张一鸣讲的 这东森的画面 有人不相信 当天的2点04分40秒 不相信 回去找YouTube 我YouTube都不会删 找到2021年的7月20 下午2点4分40秒 看看张一鸣 有没有真的有这张图 真的有 张一鸣真的有讲说 海音国要开始倚天屠龙 最高点 问题你去哪一招 你看那么多节目 有什么用 你告诉我 你看那么多节目 有什么用 有的时候老师 我一天都看 好几十个小时的YouTube 你告诉我有什么用 有用吗 你不如看我的 这才是对你有用 问题不会有人告诉你 不是吗 如果有人告诉你 你赶快告诉我 这个人 张一鸣这个也是很厉害 我愿意跟他结尾 这个异性兄弟 跟我差不多 很厉害 高档就看得懂 问题没有 不要傻了 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异性兄弟 很可怜 好不好 好联发科 天哪 这格局不对 那你买联发科 这几个礼拜会涨 不对 董事宏 天哪 那不是你今天才买 你高档就买 你高档就不卖 这样跌下来 天哪 56%了 不是吗 这股票太多 讲不完 资源也是一样 这格局对吗 不对 有没有涨 没涨 为什么 早就转空你不跑 不跑这段 六几%就是你赔 对不对 世新也一样 你告诉我 这几个礼拜有涨 来 那为什么你不跑 你不跑 就现在六成就赔掉 对不对 好 包含普瑞也是一样 这段跌八成 目前在低档整理 你看我这个礼拜有涨 这几个礼拜有涨吗 早就转空了吗 这格局根本不对 那你买这种股票干嘛 你当然不会今天买 早就该跑 你不跑 这一段就是你赔的 这七几%就是你赔的 所以你在股市里面 一档赔五成 赔六成 赔七成 你有多少钱可以赔 对呀 一档就七成了 你有多少钱可以赔 你告诉我 你真的有那么多钱可以赔吗 应该没有了 AS一样七成几% 那你为什么不跑 这几个礼拜有涨吗 为什么 这瓜里不对 这怎么会涨 三千架构就不对 它怎么涨 不是吗 包含南店一样 天哪 你告诉我这几个礼拜 你耗了好几个礼拜 你有涨吗 那如果你在这里抱着 表示你高档就买了 根本不晓得看不懂 那这一段七成几% 就是你赔的 不是吗 所以股市的可怜人 真的很多 都看不懂乱做一通 我骂的是像跌七成三 你告诉我这几个礼拜有涨吗 为什么 格局不对 那你一定很久 抱很久 不是今天才买 不是吗 台积电盘整18天 来到18天的低点 多少股票 妖怪现象 跌得跟猪头一样 对不对 大盘 你看台积电周线也是一样 好 目前在这里507 高点 688 600块在这里 有人说600块以下 是老天爷义物 到现在已经12个月了 快12个月了 快12个月了 600块都看不到 对啊 600块在这里 你看多久看得到600块 多久 快一年都看不到了 这500块都快也守不住了 你说你看多惨 好不好 好 世界先进 瞬间谷底 可怜 瞬间谷底 你看一下 哎呦 天啊 台积电不会涨 世界先进要涨去哪里 67% 你告诉我 你买进台 世界先进也会快乐吗 世界先进 瞬间谷底 看这字真的很可怕 世界先进 资本支出减六成 那如果这么好 干嘛减资本支出 应该增加资本支出才对啊 告诉你不好了嘛 答案很简单嘛 不是吗 所以他股价早就跌下来了 那你买进去就赔死了 不是吗 这格局不对怎么涨啊 你告诉我 包含元大台是一样 0050 很多人去买ETF 我碰到一些朋友 张老师我买ETF可不可以啊 我都笑一笑 你为什么买 我没时间啊 买ETF比较简单啊 你看啊 你告诉我 你已经靠多久了 你已经赔多少钱了 你告诉我 你配的息 十年配的回来 你这些损失吗 37%你配的回来吗 配不回来 很可怕 来告诉我 高股息啊 32% 有差吗 你告诉我 你配的股息 多久可以把这跌幅赚回来 补回来 你十年搞不好都补不回来 对不对 好不好 股市一直在教育我们 哪些是错的 哪些是对的 每天都是啊 股市一直在教育我们 哪些是没有用的 哪些是有用的 可是投这边 你有没有学到教训 还是一错再错 一直用错的方法做股票 你认为对啊 可是其实上次是错的 你也觉得赵一铭讲了 好像跟你讲不一样 你又想相信 又不敢相信 又怀疑 那就缘分没到 缘分没到都不要勉强 你也不要打 你缘分没到 你打来干嘛 对不对 好不好 好 大盘 盘整18天了 你要赚到钱是不是很困难 没错吧 这是我们赚的 最近一个月又5天 对不对 16号到今天 好 做实笔 英巴比 太棒 一笔平手 一笔小数 赚的扣掉错的 净利 净利就赚的扣掉错 26万4 我们说26万4 可以去日本旅游 全家去 228可以去玩 还可以有10万块的零用钱 全家好幸福 感谢张老师 你看这人生多幸福 多美满 是不是 这是我们昨天给普卫的口讯 没错吧 全国会一定有收到这种口讯 张爱民如果照假 你昨天不是剩下 普卫不是剩下一档股票 还有三档股票没出 没关系你九小钱我全部还你 张爱民在那边吹你有骗人 你九小钱我全部还你 你觉得我可以开玩笑吗 当然不会啊 昨天确实剩一档股票 这也是真的 做十笔 零八笔一笔平收一笔小数 净利二十六点四 好 特别会 七档股票出厂了 还有三档 这三档里面一档也是普卫的 另外两档都在成本附近 赚的扣掉赔的 没有赔了 多少 一百一十九点七 将近一百二十块 十张就好了 一百二十万 不但全家诸国 连左右 林姬姑妈阿姨都可以 这样一起输国 都还够用 一百二十万 十张就好了 不是很开心吗 这样是幸福人生 昨天扣讯 一定有 好不好 任了一天 任了一笔 绩效造假 全有特别 持股无党 以内待进待出 会员你会只有总特普 不会有第四个等级会员 好不好 如果你有这样的擦板功力 你的人生一定会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有没有道理 做对事 赠一次 你把这件做对 这件事成功 很好 那就一件事情 跟对人 成一世 不一样 跟对人 幸福都会来路上 太开心了 这次的盘整 根本是把功力高低显现出来 小小鼠A2500 6999 这个大理码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上来 记得留下电话 你有留电话 我一定回复你 我们先建立一个联系关系 我想对你应该不会吃亏的 我们把时间交给婷卷 好 那么更多操车 见关怀区 再请江明老师 帮大家做解析 欢迎回到讲连密码 我们这把时间交给江明老师 好的 股市每一天都在教育我们 教育我们什么 哪些是对的 哪些错的 错了就不要用 哪些是有用的 哪些没有用的 没有用就不要用了 你继续用 继续赔 教育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很简单 会让我们有两个收获 第一个得到经验 做错了 赔钱得到经验 第二个教育我们 那我们功力慢慢提升 得到专业 得到真正的有料的东西 以后你做股票就赚钱了 所以你不是得到 就是收获 收到什么 收到钱 得到经验 那如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明天继续赔 很可怕 所以在股市每一天要得到 希望能够得到 希望能够收获 能够赚到钱 这最重要 我们看鸿海 怎么股价又回到100块附件 它已经盘很久了 那你想想看为什么 格局不对 上去又打下来 来告诉我 所以你买鸿海 这一年半应该很辛苦 心情也非常不好 因为股价回到一年半地点 它不是很多题材吗 除了做iPhone手机 还要做电动车 对啊 来我们看这个新闻 今天2222的新闻 太阳能电池四代交替 一直在换 以前是三远电池 现在换成这个 磷酸铁离电池 一直在交换 甚至还有刀锋电池 还有风潮式电池 还有五戶级电池 一大堆慢慢在 这个世代交换 更新的产品一直在出来 对不对 那这边讲到重点 他说台湾盛防 这个隔代如隔千秋 你不要再做旧东西了 三远电池已经慢慢被淘汰了 连特斯拉都不应用三远电池 为什么容易燃烧 甚至林志颖不是在 林口方车祸 如果不是有把它拖出来 开特斯拉搞不好 哨子在里面 因为不容易 发生火在不容易熄灭 三远电池 所以慢慢变成磷酸铁离电池 所以在这边才说 盛防隔代如隔千秋 所以有人做错产业了 有吗 有啊 这家叫台尼 台尼做什么 台尼在高雄砸200亿 盖什么 盖三远电池厂 股价呢 可怜得快无成了 我有透过朋友 跟他传讯息 说这个三远电池是很危险 你砸那么多钱 就有状况 他不听 这个人还是一个很高的层次 不听就拉倒 他的公司又不是我的 有人说老师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赶快去 看这报纸我赶快去 看到这杂志我赶快去买台 你买到十多趟口 对不对 所以你以为做电池就一定赚吗 做三远电池就不对了 好不好 来 哎呦 格局不对 所以我不会去买这种股票 好 情况也是一样 一波下来 当然最近涨不动 为什么 格局不对 那如果你买错 一波 75% 你有几次机会 其实没有几次机会了 包含药滑药 生技股 老师你为什么不买药滑药 药滑药 八格也没涨了 所以你买进去也是错的 为什么 这格局不对了 三线架构破坏掉了 包含自擎 这格局不对 二三线太短了 日线也一样 这格局不对 所以我不会买自擎 资亥你买什么 有啊 宝瑞啊 两个停板啊 出厂啊 穿22赚82啊 把它出厂 你看多漂亮 对不对 有啊 在这里啊 很漂亮啊 做七笔 零六笔一笔平手 非常非常开心 119块 这样120块 就把它放到口袋 你看多漂亮 如果实账就120万 不会是一样 尽力26万次 把它放口袋了 所以如果做股票 可以做到这样 人生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如果你的这场功力 你看人生多美满 多幸福 盘整18年长不动 一样有钱赚 而且赚得非常开心 股市最霸气的话 给我获利区域免谈 你就可以这样讲 跟你老实讲 给我获利区域免谈 你不要跟我解盘 讲一大堆 绩效在哪里 霸气 对不对 给我获利区域免谈 好不好 做对事 陈一试 跟对人 陈一试 跟对人 幸福都要来 如上有没有道理 请要数A 25006999 这是我大约的领码 你可以搜寻加入 有问题发行 记得留下电话 把时间交给 停车 好 非常感谢来宾的分析 要提醒观众朋友们 本公司所推荐的分析 GW加证券 我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最后 仅供参考 投资应该主力判断 选生评估 并且自付投资风险 也祝您一操作 顺利 我们下期